在12月18號2021年公投選舉 為什麼選務人員不立刻填寫投票報告表 他們計票完了 他們說他們必須要等區公所確認數字 他們才可以公佈投票報告表 請問一下不是會公佈一個貼在外面的牆上那個單子 不是有一個公佈啊 每次選舉完會有一個公 這個還沒 因為要等公所確定我們才可以公佈 所以如果已經送到區公所 區公所確定了他會回來回報 等區公所回報才會公佈 區公所回報才會公佈 可是我之前在其他的投票所他們馬上 統計完馬上就 登記站就公佈了 是今年的新規定嗎 是今年的新規定嗎 沒有沒有 我們目前收到的規定是這樣子 目前收到的規定是這樣子 目前收到的規定是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 等到區公所那邊回報 你們這邊就可以貼出來公告 所以最後很多人他們等了差不多半小時 那這半小時他們是有什麼空間來做做什麼事情 有啊 這個在2018 台北市長選舉 這個事情就很簡單 他為什麼有人 最終的報表只有七分鐘就完成了 但有人是七小時 晚上四點開始 十二點到清晨兩點才結束 為什麼 該公佈投票報告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最後一指 所以要確定 某人當選 我們就不要再加票了 所以要拖延什麼時間 中間為什麼 人家七分鐘就完成 你要兩小時 他就再看那個投票 沒有來投票的人 增加票試 來搞這個玩意 很容易做的事 這個一樣道理 公佈一樣的道理 他就要確定 是不是公佈 他需要的結果已經有了 在那個區 在那個區有了 就可以了 或者就要再瞧了 再弄一下 因為那個公佈選舉是全國 所以你可不可以推測 就是說每一個區 選舉之前已經知道 他們必須要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他們才可以完整 他們的工作那一天 可能他們內部有沒有會 怎麼樣決定 我不能猜錯 但是很可能是有這個猜錯 大家負責任期 就負責你多少票 多少票 是你最期 就是說不同意 要至少要這麼多 要至少這麼多 不能超過這個數字 都有一個安排 他們就開會 兩千年我告訴你 兩千年總統選舉 宋楚瑜為差落選 純粹便當選 當時有幾個地方 發生很大的錯 尤其賈仙鄉 在高雄市裡 高雄市裡賈仙鄉 做票 他是一號是宋楚瑜 五號是純粹便 但是結果五號票是少 第一號票是多 他們一號跟五號對調過來 在高雄市 對嗎 高雄市 結果就一樣 G就一樣 就是這樣 一號跟五號 結果我發現這個事情 我就感激到高雄 他這個事實 我看了他們的資料 兩千年的資料 那個票數被 後來應該是因為 你知道他就又改回去了 就是說 就變成原來的正確的數字 對 可是你在你的書 你是寫他們剛開始是把他 票數一號跟五號 那種 就是交換 對調 對 這個是這樣 那個 是林先生 主任管理員 親自對調 改過來的 所以我遭到 第一次我去檢察所 告訴 一個女檢察官 就說 高雄市民 你用美國的官員 來國情不同 這個也小事情 後來我主張說 我不要跟你再談了 我希望主任檢察官 派一個真正公證的檢察官 後來一個檢察官來了 我就講很大聲 這個事情絕對不能中人 結果他就歧視這個 他那時候沒有搜索票 他就到這個林先生家裡搜索 林先生就已經準備功課 說檢察官問我這樣 我怎麼打 怎麼打 他說事實只有一個 準備打就是要受罰 他起訴 出刑 判一年三六個月徒刑 這個案 主任管理員被判刑一年六個月 我就跟談說 這個事情是絕對不是說一個票箱來做票 一個地方來做票 是你們一定有前提在開會 怎麼樣來做票 所以才保證你們喜歡的獲勝人會當誰 就是每個投票所都要做這一筆票 可能有這個會 就是要一起做才對 他們不能只有在一個投票所做很多 一個投票所做票有什麼意義嗎 對 一定要這樣 全國這麼多 你百萬張的票裡面 你都做五十張一百張有什麼意義 這個common sense就是他們一定有一個某種協調 你剛剛談的公投一定有協調 這個區域比較偏向反對 比較贊成少 這個地方它有一種分配 所以這個是一個一直不知道的手在外邊指揮 所以很需要你的懷疑是很有道理的 做票一樣 以前到現在 新華都說選舉結果 把它解釋說 影響選舉結果是認為當選跟不當選 其實十票對八票 十五票對八票 就是選舉結果 不一定是當選 所以在地方上不會影響到結果 總統選舉哪一個票箱會影響到總統當選 不當選不可能 這個是一定要有很多的分布 每一個單位都在做票 就可能 所以這個林先生 我不找他的名字 後來就因為宋慈一先生就說 大概是不讓人家說 輸不起才要告人 這個觀念我跟宋先生就不同一樣 因為選舉做票 選舉售票是愛國家 愛人民的方法 不是說輸不起 因為選舉不公正 就沒有達到虧性 這個國家就完蛋了 所以我的觀念跟宋先生當初 他是認為要轟渡 這個不是轟渡 我一票都不能做票 所以這個是我在書上寫 這個判刑 後來書上沒有來 其實判了一年六個月的出刑 是主任管理人 這個錯誤不是不懂的 是懂的錯誤 我甚至很容易 當年就到新加坡 看到有一個鳥在表演 它可以五號五個牌子 五號的牌子 弄到一號牌子 結果它就很得意 再來呢 一號的票要去的時候才知道 五號佔滿我的位置 這個鳥就可以糾正了 所以五號天成一號 一號天成五號 這個是有達過 因為你這個是天錯五號 天錯一次一號 你要天一號的時候 就知道一號已經天了 就馬上發現 一個鳥的IQ就可以檢查到 這個就已經證明是故意做的 不是錯誤了 這個以前我也給檢察官講這個故事 這個一個鳥都不會搞錯了 因為你第一次搞錯 五號投到一號 等到一號牌來了 一號又要到一號 五號佔我的位置了 它馬上就糾正過來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做票 只有一個做票能夠順利 就是讓人民不會懷疑 讓人民說歐美一定不會再做票了 只有這樣才能做票 或者他們做票的手法怎麼高明 主要我們存心要救人就可以趕出來